粉丝提问,为什么不加入大口径步枪? 吃鸡中的步枪只有5.56mm和7.62mm两种 现实中可是有大口径步枪的 例如全球口径最大的12.7mm重型突击步枪SH-AK-12 那么为什么吃鸡不加入呢? 原因有三个 一,射程太短 子弹的射程和口径的关系非常大 子弹口径越小,射程越远 越大,射程越近 从游戏中5.56步枪和7.62步枪你就能感觉到 如果加入大口径步枪 它们的射程肯定会很近 就拿全球最大的12.7mm口径步枪来说 它的射程只有100到300米 这个在游戏中就不使用了 二,后座力太大 口径越大,后座力越大 不仅在游戏中是这样,现实也是如此 在游戏中又7.62步枪都很难压了 如果加入大口径步枪 估计这枪就只能单发点射了 全自动就别想了 三,子弹速度太慢 实际中5.56步枪的子弹速度 普遍在8900米每秒 7.62步枪普遍在700多米每秒 而大口径步枪就更慢了 刚才说的12.7mm重型突击步枪 子弹速度只有290到315米每秒 要知道VSS的子弹速度还有330米每秒 比VSS还慢 这加入游戏还能用吗 这些特性决定着它只能打近战 可近战用喷子冲锋枪不香吗 所以不加入游戏很正常 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